今天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这个 来自美乐音频的这个MIDI控制踏板和Fractal的FX3这个效果器 怎么做一些对应的连接设置 这个踏板呢在我前两天刚买到手的时候也是一头雾水 因为我接上我的效果器之后呢 发现ABCD包括这右侧的两个翻组件都是好用的 就是通过这个ABCD呢 我们可以去控制效果器里边的四个音色 但是1234这四个裁定呢并没有实际的用处 因为是这样这个效果器这个踏板在刚出的时候呢 这个里边对应的Fractal的效果器实际上是FX2 所以呢当我们FX3用户在使用这个踏板的时候 就需要自己手动做一些设置 那在这呢我也要感谢一下来自美乐音频的这个踏板研发者 佐伯老师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导帮助 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1234号怎么自己去设置 来控制我们效果器中的某一个模块的打开或者关闭 在这呢有一个有两个词的概念 一个叫PC PC号一个是CC号 这是什么意思呢 PC号指的就是这个我们去切换四个音色 这个 然后CC呢主要就是来设置对应的每一个踏板 开启或者关闭它能控制什么啊 然后我们看一号键我们在反复按几次之后 发现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数值15 然后15下方有一个0或者127 首先这个15是什么意思呢 15就是这个一号按键的这个CC号 它是15 然后0是关闭127是打开 所以比如说我们需要把一号按键设置成BOST 也就是这个时针模块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效果器上做这样的操作 首先效果器上边我们先找到这个SETUP 打开设置 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上下方向键 选择MIDI Remote 这个菜单 然后呢进入 进入之后 我们需要找到Bypass这个页面 这个是Bypass 找到Bypass页面之后呢 刚才我们的一号键已经找到了它的CC值是15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效果器的屏幕上面能看到 我们找到一个我希望控制的是时针模块 时针模块 看在哪里 这块有一个Drive1 因为它有四个时针可以选嘛 所以找到Drive1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最大的滚轮 能去改变它的数值 我现在把它设置成15 所以这时候呢 一号按键就可以控制这个时针模块的打开或者关闭 我们通过这个软件 你们能看到啊 我在一号音色里边按1 在我的一号音色里边按这个按键1 好 时针这时候会被打开 再按 它就会关闭 所以同样的方法 我们找到2号键的CC值是49 3号键的CC值是47 4号键的CC值是83就可以控制我们想要控制的任何一个模块 那这里边第4号键我用来控制的是Type 也就是打点测速这个功能 它这个在效果器上的菜单和刚才不太一样 还是在MIDI remote里边 然后往后翻页 进入 进入之后呢 不再bypass这里边了 我们需要往后翻页 翻页 翻页 一直到这个other 我们看到排在第一个就是Temple 这时候同样是把它设置成83号 83号就可以了 当我们全部设置完之后呢 直接退出 不需要任何保存 再回到这个音色界面就OK了 所有的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简单使用了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还是比较稳定的 没有出现什么bug 没有出现掉线的情况 所以这个踏板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使用的 性价比非常高 那我们今天 我们下期再见